客戶的宣傳一下 就是上個禮拜的作業 就是有部分同學有教 但有部分同學還沒有教 所以請同學們 因為你知道缺教作業 有的時候會成為一個慣性 就是你一次沒教 第二次要教就有點懶了 所以還是請大家盡可能的 把課業作業的部分都能夠補上 因為作業的話可以讓同學這邊跟老師 有一些觀念上面的溝通跟交流 其實還蠻重要的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請同學盡可能的 能夠在這一次把上週的作業跟這週的作業 當時一起交上 然後今天我們很高興的是請到黃銀波老師 他是台大園藝系的老師 然後現在是觀察家生態部門有限公司 在這邊工作 然後是這邊的總經理 他今天會帶來非常多非常多 步道上面很精彩的 有關於一些棲地還有生物環境 等等一些很精彩的故事 然後請大家好好的聆聽 老師這一次帶來精彩的講解 然後等一下課後的時候 我們會調查就是5月21跟28號兩天 哪一天就是可以大家同學可以到那個 我們要一起做戶外實作的課程 所以等一下可能下課有時間 大家同學先確確一下自己的行事力 那等一下等老師上課上完 我們會留一點時間 然後做一個統計一下 看這兩天同學哪一天 比較可以到步道上去做實作的實作這樣 好那我們就先請那個余波老師 大家掌聲鼓勵 好謝謝各位同學大家晚安 那我想就跟大家做應該算是 針對生態跟氣力這部分 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在開始的時候我想要先詢問一下 就是說有沒有人聽過我常常可以的 所以對我有點想 我上次講的是一樣的東西 還是講的是大名畢業 講的是大名畢業對不對 好那我先這樣我就知道 那個大名畢業部分 我就不說了 沒關係啊 進去後天很多 OK好 進去後天很多 這故事很棒 這樣 好如果後天有一點時間的話 我再跟大家說一下 那另外來講就是 我上課就是 我不會 我應該說還蠻歡迎大家 有什麼問題可以 就是可以暫時終止一下 做一個小的討論 因為其實這樣的狀況來講的話 其實也可以 讓我知道就是說 有什麼地方我可以多說一點 然後而且你問的問題也可能是 其他同學有興趣的東西 所以我也歡迎各位說 有問題隨時舉個手 我們就可以先暫停一下 就不要怕說被打擾到那個設成的進行 好那我想我就 一開始 一開始 沒有現在還沒有問題 對 好 我們在談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常會 兩個東西常常會混合在一起 我們常常講說生物 講生態 但是事實上生態跟生物 還一樣 好 比如說我現在跟大家講說 我跟你介紹 這隻青蛙叫什麼名字啊 它的情形啊等等之類的啊 通常我就講 這是它生物學的這裡面 講生態學其實不太一樣 講生態學來講的話 通常是講 它所生活的環境 好 所以這是 等一下會進行更多的一個說明 那 生態學其實 大家有時候講說 我又不是生態學家 我怎麼樣去瞭解這個生態呢 對不對 但是一樣 各位不是經濟學家 但是你不會說你不瞭解經濟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每天會的經濟亂商 不是吧 對不對 所以這其實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 我希望各位是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去思考這件事情 同時生態學就跟經濟學一樣 它雖然有它的學理在 但是事實上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其實已經應用很久了 所以它對我們其實並不陌生 只是怎麼樣 只是你不小心 哦 原來這就是生態學 好 那同時來講的話 我們來看 很有趣 當經濟跟生態產生衝突的時候 如何取捨 大家聽到這件事情嗎 對不對 環保重要還是 經濟發展重要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環保裡面來講的話 大家最關切的東西就是生態 對不對 最近它外海那個 那個 那個 那魚船 那不是魚船 那是 誒 誒 誒 對不對 你看 它有沒有 一樣生態的問題 就造成我們 清楚 對不對 那大家可能會聽得到 但是感覺好像還是有點遠 對不對 但是我們來看 這兩個字很有趣 啊 生態學 Economy 經濟學 Economy 哇 我的天啊 這兩個字好像 是不是 這個logic就是什麼的學問 Economy大概就是Eco的什麼東西 這字巧 它在代表這兩個字 尤其這Eco 都有他們共同的字首 代表這兩個詞 都有一個核心的價值 左右他們兩個 對不對 你才會用這個當作你的字首 對不對 那這核心的價值 共同的核心價值 而且它不是 不是那種就是說 想的就是說 那種就是一般性的 是最核心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它才會用它來當作字首 對不對 請問一下 生態跟經濟 最核心的根本 相同的東西 大家有沒有想到Eco 可能代表什麼意思 對 我現在講的是 就等於最核心 對不對 環境 環境 不是 十一柱形 有點 對 但是還不完整 十一柱形是為了死 十一柱形是為了生存 OK 什麼的生存 自己 自己 是嗎 自己的生存很重要嗎 今天我們看到那個 很讓人家難過的故事對不對 那這個媽媽會覺得自己的生命重要 還是他小孩的生存 這樣 對不對 所以是什麼 所以是什麼的生命 家人的生命 所以Eco 它其實它取自於無希臘之 它就是 什麼 就是家 所以在早期裡面來講話 沒有生態學也沒經濟學 這兩個學問都叫做新科學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把這兩個字丟到 比如說三百年前兩百年前的話 他們說我不認得整個字 這兩個字都算是比較新的字 但是Eco的學問 基本上來講話 一直都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我們講Eco就是一個無希臘字 它其實它簡單來講就是 簡單來講 不管叫生態學或經濟學 它就是怎麼樣讓我的家人 或者更幸福外人的科學 這個就叫做Eco的科學 好 所以我們來看 經濟學 不知道大家講那麼多 就是我怎麼樣把有限的資源 分配給我的家人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各位的經濟學是不是就這樣子 我怎麼樣去拿到資源 來分配給我的家人 這不是各位的經濟學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擴大到什麼社會啊 什麼東西 但是最核心的根本就是為了這個家庭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叫做Eco 那以前我們到了國家的層次裡面來講 你就會發現我們最近都在談什麼東西 談不換華爾換胡君 對不對 我們GDP還在成長 但是我們好像越來越 越不越求 或者是 但就是代表分配的問題 所以以前告訴你要獲得資源 現在越來越多是來談 什麼叫做公平合理的分配 這就變成一個國家的經濟 很重要的關節 對不對 那什麼叫生態學 這個是定義 當然只要看這句話 研究生物與生物還有生物環境間 加入作用關係的一門學問 哇 這誰聽得懂啊對不對 但是就像我剛開始跟大家講 生態學也是不用教的 好 其實我們人 人 那請問一下 你說狗的生態貓的生態 我想請問一下什麼叫人的生態 大家可以去思考這件事情 對不對 你連自己的生態都搞清楚 當然我說我要去了解鳥的生態 你能了解七花生態這樣不是好笑的事情嗎 對不對 什麼叫人的生態 好 我們人不太講生態這個意思 講生態好像就是別的東西 但是我們人有一個很慣常的講生態 講什麼東西 我們來把這個名詞稍微調整一下 研究人與人還有人與社會環境間 交入作用的一門學問叫做人的生態 我們喜歡叫它做人際關係 所以呢 生物在不同的環境 在不同的互動裡面 它的身分是一直不斷的在改變的 就好像我們人一樣 我們人在公司裡面來講 要是個員工 回家可能是個媽媽 也可能是人家的女兒 對不對 那純粹是 我跟你是什麼樣的互動關係 那個關係才是左右我們家的元素 而不是我要知道你叫什麼的名字 大家同意嗎 是不是 所以這事情 所以有時候大家只講說 生態學文部長 其實他不部長 他是完全取決於就是 你現在跟你要對應的這個對象來講的話 你們之間的關係把它掌握起來 所以我們談的生態學文 我們不太在乎你叫什麼名字 而是在乎我現在的作為跟你是什麼關係 我現在的作為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生態資源 環境資源 經濟資源 其實講的都是同樣的一件事情 它只要能夠讓你的家庭更加幸福快樂的東西 元素就叫做資源 對不對 比如說時間 時間是不是重要的資源 是啊 對不對 空間 你住的大小 還是你的配置 對不對 很重要對不對 生活物質 享受今天晚餐 穿著衣服 對不對 這個 對不對 那 油電雙掌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欸 還可以知道多樣性 什麼是多樣性 大家有聽過 生物多樣性嗎 有 大家都聽說對不對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講說 生物多樣性有多重要 跟前面講的一樣喔對不對 生態學是不用交通 時間很重要 大家都很清楚對不對 空間很重要 物質 能量都很重要 大家一想就知道對不對 那所以多樣性 應該也是要一想就知道才對喔 對不對 如果沒有 想不到 那就代表 欸 可能我 我沒有 直接意會到 喔 原來這個就是我們平常講的東西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多樣性多重要 你要先跟我講 生活多樣性多重要 生活多樣性多重要 是等一下我要跟你們講 所以你們不能破根 好 那我們先講 多樣性對人類來講話 有多重要 有沒有人可以說說看 什麼叫多樣性 多樣性很重要嗎 重要 那個說說看 蛤 什麼意思 多樣性就是 讓人就是 生活在一個比較平衡的空間 平衡的空間 位置一樣特別多 一樣多 好 這有點 稍微有點的味道 對 有沒有人要講 再衍生下去 有沒有 因為 有可能會斷裂 像之前都平衡的空間 然後 有沒有辦法去破根 然後 使用就會 你講的是 他上司了一些多樣性的話 你會付出很多的代價 是不是 好 稍微有點遠 有更近 你說我們身上有一些 病毒或者是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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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依靜在我們身上 然後 一個共生系統 這樣子 好 大家都想了一下子 又回到剛才講的 大家一下子又落入到 生物的圈套裡面去 我一開始就跟大家講 生態學 它要用我們人的腳步裡面去思考 它一定是對你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 所以它通常不用 想那麼遠 想著最近來講 什麼叫最近呢 多樣性 我們人類 不叫多樣性 我們用另外一個詞來取代它 叫做選擇權 簡單來講就是 你今天中午吃飯 晚上想吃麵 宵夜吃餃子 我今天 我不能跟你講說 好 台樹牛排 對有些男生來講 哇 它絕對是一個什麼 很昂貴的物質 對不對 他說我告訴你 好啊 中午請你吃 晚上請你吃 宵夜請你吃 明天早上再端出來 明天中午端出來 你要罵人 大家聽懂我意思嗎 它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的選擇權被剝奪了 我今天我要有很多種選擇 就像女生也是一樣 我就穿買衣服 買一樣的牌子 顏色裝不一樣 對不對 就是讓我有多重的選擇 而這種選擇權 本身來講就是重要的價值 大家聽懂我意思嗎 是不是 這五項 既稱為生態資源 也叫經濟資源 反正就是資源 那它有一個事情 告訴大家就是說 好 有錢就可以買到這些資源 懂我意思嗎 有沒有錢買不到的 時間 時間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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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今天我 那個有錢的話我坐高鐵 沒錢我坐台鐵的 有沒有買到時間 有啊 對不對 有錢坐飛機 沒錢就坐輪船 對不對 有沒有買到時間 有 所以呢它就發展出一個學問 就是大家努力賺錢吧 因為有錢的話 你就買到幸福快樂 為了家人買到幸福快樂 好像有點怪怪的有沒有 差在哪裡 對不對 差在哪裡 很簡單 對不對 拼命去賺錢 我們今天我們看到那個 張榮發 對不對 有快樂嗎 對不對 也許有發 也許有發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剛被拔掉那個張柏偉 他應該最近不太快樂 是不是 雖然說他父親給他留下的那個 那個遺產基本上是我們幾輩子都吃不完了 對不對 但是他還是不快樂 對不對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良好的關係 對不對 我剛才講人際關係 我今天我為了工作 我拼命去賺錢對不對 然後疏忽了什麼 親子關係 疏忽了夫妻關係 或者我在工作崗位上面來講話 跟我同事來講話 因為爭取某一個計畫 然後和大家相處的不與快樂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幸福快樂 會對不對 所以他告訴你 除了要獲得資源以外 要維繫離岸桃的關係 這樣才是一個家的環境 對不對 尤其是我的家人 我希望跟你維持離岸桃的關係 那才叫做家 對不對 所以這兩件事情合在一起 就是真正所謂ECO的學問 所以它基本上 它是一個錢幣的兩面 但是很遺憾的 我們台灣在運用上面來講話 總是把這兩件事情 好像當作是衝突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講說 講生態學就想到就是說 就是那種就是 就是很完美的很美好的東西 其實不是 早期的生態學曾經有一陣子 被稱為叫做骯髒的特區 因為他非常重視關係 為了我家人的福祉 為了我家人的利益 怎麼樣 犧牲別人在所不行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很正常的事情 對不對 但是後來大家發現 當你犧牲別人的時候 有時候自己也犧牲掉 所以大家慢慢開始又談 所謂共生的整個區塊 但是我回到最核心的價值 ECO就是家 怎麼樣為我們家人 或者為我們社區 為我們關心的人 然後我們要求福祉 所以呢 我們任何的物種 也就會隨著 它所要扮演的角色 而去做不同的調整和難言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東西是動物是植物 但是它可能也是叫做優勢種 或者是稀有種 或者是它有特有種的身分 或者是它是一個大家關切的東西 包括大叔跟老鼠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一個生物來講的話 它們其實它們就會有不同的身分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話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談所謂的人的身分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就是說 原來為什麼我要來照顧它 然後它才能夠帶給我們一些好處 好 那在談生態之前 我們還是要談一下生物 請問一下有能面生物或生態背景的人嗎 有沒有 都沒有 好 那有人有去賞鳥 或者是看一些其他動物的習慣的人嗎 有 請問一下你是 看鳥 看鳥 去金門 去金門 OK 大概我們現在目前問到現在 大概10個大概有9個 9.9個大概都是看鳥 因為鳥真的很好看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台灣的一些物種 但是我們有那麼多 但是我們不要常疏忽的是一種物 就是蝙蝠 蝙蝠也是複動的 好 雖然它會背 有那麼多的要查方法 那大概我們還是比較喜歡用 目視觀察的方式 但是齁 除了人類 但是人類最近也是有點改變 我們 我一直以為人類是日行性動物 但是這100年來來講 他已經明顯轉型夜行性動物 所以這個東西我就保留一下 人是屬於日行還是夜行 跟你兒子談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發布的整夜 都是可以活動的 對不對 好 但是夜行的動物其實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 包括夜間的一些探照等等之類 晚上 如果我們來看一些比較中大型的動物 來講話 除了猴子以外 大家還是比較習慣晚上去看 好 那白天怎麼辦 白天來講話 比較難看到他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他的腳印 失痕 便便 嬌聲 對不對 或者他走過的痕跡啊等等之類的 好 大概都是看這個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大概都是我們眼睛都可以看得到的 當然這是比較常見 對不對 似乎是松鼠 好就是我們 各校園裡面 只要環境稍微好一點 你就可以看到它 對不對 好這個當然就比較屬於生靈性的 對不對 蠻面文鼠 對不對 好台灣有三種飛鼠 那是其中的一種 好 來各式各樣的老鼠 哇有些人不然太老鼠 對不對 有些人很生氣喔 他們告訴你 我 長得像老鼠 但是我不是老鼠 還有像草鼠 很可愛對不對 是不是 那因為有人 很愛打 所以我一直知道 趕快打他跳過去 對不對 沒想到這種 真的是 他的 對 那個是 那個草鼠的窩 好他會用一個芒草這樣子組 還有一些你看 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燕鼠 對不對 土鍋鼠 土鍋鼠 土鍋鼠挖的一種東西 好 太遠慧 太遠慧 對對對 你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他就是挖一個地道 這樣子過去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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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通常就是他走過來 那你看他 他那個 他那個 如果說你有招到他 對他的那個 手是很強壯的 所以你看看就是 這樣很會 會爬虎的那一種 好 有一些來講的話 像這個是 上面就有很多的蝙蝠 這個蝙蝠 誰不知道這裡面會有蝙蝠嗎 這才是 不是 然後 其實經過不用小心蝙蝠 你知道看他下面 有沒有他的墊墊 你就知道 對不對 我們以前看蝙蝠 有沒有蝙蝠 開上鐵捲門 就開上下面 裡面他的墊墊 大家有沒有樣的經驗 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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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上有蝙蝠 臺北 沒有蝙蝠 臺北有沒有蝙蝠 有 臺北 臺北就是 okay 你晚上 在做運動的時候 晚上再飛的 基本上來講的話 都是蝙蝠 但是蝙蝠跟鳥 飛起來 全部差在哪裡 是不是知道 不是速度 不是速度 你去看一下 所有我去画那个 蝙蝠的那种卡风 它都会有一个习惯 它是有点歪的 有点紧接 鸟是这样子 蝙蝠是这样子 大家知道吗 所以你看看起来 它看起来有点晃 那个是蝙蝠 这样大家了解为止 可是喝醉 你们没有喝醉我们来去吧 那一样 所以我们有 可以看它不同的这种分析 就可以知道 比如说这个地方来讲 它有什么动物在活动 像这是穿山脚和挖的洞 穿山脚挖的洞 住的跟找东西吃的 跟它一样 所以这当然就要有点经验 这是那个山猪 肆虐过后的那个 山猪 其实山猪很可怕 很多的原住民它宁可遇见 就不其而遇 它宁可遇见黑熊 也不愿意遇见某些山猪 因为山猪来讲的话 尤其是带着小朋友的 很特别的 其实山猪有马上比较 你说山猪喔 他猪就带小孩 对对对对对 没有错 但是 成年的山猪来讲的话 他会攻击人 就是说那种兽性 对 像 熊 熊 熊喔 其实坦白 就是说 按照原住民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 当然熊是比较少一点 就是说被熊攻击而死 跟被山猪攻击而死 来讲的话是不可能的 包括像是之前 鲁凯族的 他们所谓的猎王 他家里面有 大概可能有 上千副的 那个 那山猪的这种 这种牙齿 那 他最后的还有上 所以 所以其实 大概是很广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看他各式各样的贴殿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一个同事来讲 我们都是 大家都笑他叫做检验 因为他专门就是看各种变验 他就可以来判断 大家可以看看他是什么程度 然后呢 他这个什么时候从那边进步 就搭变成那些新鲜的程度 对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事情 这是很专业的事情 因为他会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事情 好 这是蝙蝠 蝙蝠 他长什么样的 对啦 他应该是这样的 对 对 他不要这样 对 但是他真变挺可爱的 对不对 ok 蝙蝠来讲的话 大概 大概 就让我们看到他 我们也讨厌他 他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用无线电 不是 那个超音波政策语 所以 录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评谱 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蝙蝠 大家不要看说蝙蝠长成那个样子 大家感恩 大家感恩 最近不是我们 台南那个什么 那个 登革了 那是登革了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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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死了不少人 对 是不是 那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讨论 就是说 那为什么现在蚊子 失念那么严重 那其实 有一种说法来讲 就是因为我们的蝙蝠太少 他知道吗 在你去看庙里面 几乎 你稍微去找一下 几乎都可以看到蝙蝠的图腾 对不对 那很多人算是因为说 他的名字一定有个服务 有仪器 难道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吗 所以因为他就是蝙蝠好丁子 所以我就把他画 其实不是蝙蝠对于农作是非常重要的 他捕食爱丑 他也捕食像蚊子啊这些东西 大家知道吗 我们最小的蝙蝠最常见到 其实等一下大家可以到画面去看 我们校园就有蝙蝠 你仔细去看 那蝙蝠很小吃 那东亚 我们这边大概都是东亚家族 那东亚家族他那么小吃 他一天他吃的昆虫的量 相当于几只蚊子 当然他包饱蚊子 不只吃蚊子 他只有什么就吃什么 当然我们就蚊子来推算 一只东亚家族他一天要吃多少只蚊子才够他吃 一千只 一千只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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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蚊子现在失恋那么严重 其实跟他的消失也是有关系 蝙蝠 那刚才讲到 我们另外 既然动物那么难看到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就是摆一些相机 对不对 就是他经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拍得到他 要不然的话 我其实我不太可能在那边跟你 手术带兔 带穿三甲 带猫子 对不对 那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那我就摆相机在那边等就可以了 那摆相机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最重要关键是你不能被偷 对不对 不然人家脱手你就没有了 那但是 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 你必须要在拍得到动物的地方 所以我刚才讲到 不如动物那么难看到 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经过这里 有时候我们就要看他的痕跡 看他的便便 他是不是新鲜的 是不是他是不是最近常在这边活动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你 固设一个相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一些比较少见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靠自动相机拍的 等一下会有一段影片 后面再跟大家分享 那可以拍到一些比较少见的 像放过雕啊 对不对 这当然野猪跟刺鼠比较成见 相机除了拍以外 是一个功夫 他还很麻烦 回来看那么多的片子 那也是功夫 他会看到你眼花了乱 对不对 比如说像这里面 大家看到几支 或者 当一个人很明显的看到一支的时候 又问你说你看到几支 你的答案觉得只能选一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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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一支 哪有 哪有 看我们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有 有嘛 对不对 对 这个就是让那个灵影照片 看着 真的像灵影 这种粉丝 看那照片 这样看 就会有看到 对所以也跟大家讲 就是说 那个灵影照片 基本上拼拼就好了 对不对 好这个东西 不用造假 它其实有各种各式各样的 光线的东西 其实比我们想要通的复杂很多 对 所以 所以大家就看到 所以确定 那有一些是比较罕见的 像这是水老鼠 所以 这个石头是在水中间 这个便便 是上在那个 周边穿都是水 它会潜水的 台湾有这样的东西 老鼠只要水蛆 老鼠只要水蛆 我笨 其实刚才有讲 橘金跟老鼠 那个橘金会有点抗议 但是事实上 它们连木都不一样 我们在界门当木科书 它们 它们 一个是镊齿木 一个是橘金石叢木 基本上来讲 它们是 那个 清圆是很圆的 它们绝对比较亲亲 对 但是它们因为长得像很像 所以我们就把它跪在一起 但事实上也不太一样 好 这个就是巨青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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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是 在哪里是 在比较干净的水 水里面 比如说像石门水库的上游 就是很干净的野心 没有做大的地方 就可以找不到它 有机会找得到它 不能这样子做的 就可以找到 因为台湾的环境 是破坏于蠻重的 但其实它的领域 也蛮广的 所以很长的范围 可能只有一对而已 所以如果说 如果这边做一些干燥的话 那当然它是没有 对 好 那另外来讲的就是鸟类 鸟类 这个一点点全部都是鸟 好像是站在那种皮膀上面 那鸟类也是一样 我们还是以年轻看为止 对不对 但是看鸟来讲的话 它很特别就是 你要找到特别的时间去看它 包括特别的季节 我已经讲就是后鸟 对不对 后鸟的季节 还有就是时间 比如说如果你要看 刚才找到水鸟 对不对 你要特别找一些时间 它会飞过来的时候 那你再去看它 对不对 要不然有时候 它分散来特地来讲的话 你就看得比较多 那当然包括一些鸟类的 对不对 那这些老鸟 看鸟不一定都只看 抬头 对不对 有一些在地上跑来跑去的 对不对 属于地上自然不咸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是比较出在生理的 对不对 生理的 像这个魔嘴黑啤啦 南蛙蓝雀 那比较靠领子里面的 对不对 八色鸟 五色鸟 对不对 你们之前也有点开玩笑 很多的那个调查 都写 把八色鸟写成五色鸟 因为一个是保育类 就不是保育类 所以呢 送到环境里面来讲话 八色鸟就不会过关 五色鸟就不会过关 所以少了三色 这样 好 那另外也是在水边 像来讲林边 我这边只能跟大家讲 就是说 不同的环境 你就可以找到不同的生物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 我今天我跟这些动物来讲 都是不期而遇 不是的 我们通常都是等着它出现 要不然的话 其实 大家都在等它不期而遇 那就是会累死 对不对 所以你越了解它 你越容易看到它 然后呢 而且就是 就是 看得多 那你又对它了解更多 那你以后 这种经验的累积其实很重要 所以这也是变成就是说 在很多地方来讲话就是 看了那么多的影片 看了那么多的照片 其实还是鼓励大家自己到野外去 因为你不到野外 其实你就没有办法 讲太多都没办法感受 但是台湾最遗憾的就是 我们对于野外的观察能力 通常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就被各式各样的环境给封闭掉 尤其是我们的教育使用 好 我前 上个礼拜我去水利署 他们所有现在 所有做那种河川计划 这种各河川局 水利署他们现在就是台湾 都有分的一到十个河川局 对不对 就负责我们河川的这种治理 跟管理的业务 然后他们现在他们新进的同事 就会 有规定就要杀我的客 所以我就要帮他们上一趟生态训 那我就后来 大概那一班 这次这一班大概也差不多就是 三十几个人 我在差不多是这样的规模 那我就问他们说 请问一下 家里面有做农的请举手 总共只有三个人举手 那我就问三个人 我就问一下 其中一个人说 你多久没有去交财到那个农地 你家里做农的 你交财到农地 有一个跟我讲说大学 有一个跟我讲说十岁 然后有一个跟我讲说 他家里现在有够农地 那我说怎么一回事 他不是 因为他娶了一个 他老婆娘家是农家 他说这样也算 我说OK 好那我听了我就有点 对不对 我说原来你们对环境的了解 甚至那么少 那我就想说 那你们都是什么 河川局的人 对不对 以后都要管理河川的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说请问一下 你们有去溯西过的请举手 只有两个人对手 天啊 以后你要管理河川 竟然对你的管理 管辖范围的河川 是这么的陌生 那我就吓一跳 然后我就问 有两个举手很连心 我就问了其中一个 我说 这个你是受哪条西 结果那个人就举手 然后就说 学长我是胸部乃西 对 因为我花莲人 这是胸部乃西的 没有没有 他再一点 其实胸部乃西是可以做的 找时间 绝对不是风水期 对不对 所以那基本上是OK 我说 听起来我说 有点欣慰 就是说 我们花莲人 基本上来讲 没有受到西方的谷毒太重 开玩笑 开玩笑 好 那又另外一个学生 我就讲说 诶 这位同学 你该不会也是花莲人吗 花莲人吗 他说 不是我台东人 讲一下 这也是 有点悲哀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台湖有多少西流 是不是 对不对 好 那么多 至少 就水利鼠有名字登记的西流 就超过三百多条 对不对 但是你要管理西流的人 竟然对西流是这么的陌生 那你要怎么样去做管理呢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事情来讲的话 我都觉得 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课叫做探索 所以我不太想讲太多 那个知识上的东西 有时候就变成就是说 有时候你讲那么多 不如你就走到你自己周边去请问一下 好 这可能更实在一点 大家知道你被 那个所谓的那种 我们从小到大 那个教育系统封闭 你的言和 言比尔 多久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下次 或者等一下回去的时候 你在路上 然后你稍微留意一下 你会发现 哦 原来这些动物都跟我们在中间 互动很久 但是 你从来就没有看它一遍 所以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 好 那这个当然就是那个 中沙咽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就很清楚 对不对 这如果做了提包 它就没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好 这个水尿 好 还有青蛙 对不对 青蛙来讲的话 也是 基本上就是眼睛听 眼睛看和多听 对不对 其实听的通常比看的多 因为它是晚上 不要吃晚上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听到很多的青蛙在咬 但是你要找到它 并不是那么容易 是不是 好 那也是一样 有很多的 除了 你看我们还是 基本上还是可以把它分为 水边的青蛙 但是很多人就想说 青蛙当然就靠水边 对不对 其实不是 在森林里面来讲 它还有很多的青蛙 它平常不在水边 它是在灵子里面的 它只有在求狗的时候 才会到水边 所以其实青蛙不是 只是大家想象中 它只有在水边而已 还有三交语 三交语也是氧气类 大家不要把它跟蜥蜜混在一起 基本上它也不太高兴 基本上它跟它去理 我们讲那个比较有名的 听听看我们很糟糕 我们常常讲到一些东西来讲话 对别人的物种 我们都还比较了解 对自己的东西还比较不清楚 我们比较常听到的 这种龙原类的 是什么 娃娃鱼 对不对 娃娃鱼是讲在水里面 对不对 另外就是爬虫类 那爬虫类 有人要说不要不敢看 OK 其实爬虫类 基本上我们一样 都受到很多过去的经验 其实爬虫类来讲 基本上被它攻击 我们当然一般都会讲毒蛇 对不对 但事实上 台湾上次被毒蛇咬死了 都是民国几乎的事情 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实机位都不太大 因为其实蛇躲人 躲得像什么一样 那基本上 但是大家去搬东西的时候 你要避免被蛇咬到 其实有两个条件其实很重要 就是第一个你搬东西的时候 手一定要放在你看得到的地方 你不要手放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去搬东西 这是基本原则 第二个基本原则 就是如果你走野外 那个长筒的鱼鞋 基本上可以防掉90%以上的蛇 因为那蛇它通常摇最多就是摇到 就是那个小腿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常过这个原则 大概很难去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 那当然它有一些是乌龟也是爬虫类 蜥蜴 对不对 还有壁虎 对不对 这些就看来就比较可怕了 对不对 这都是有毒的 但是有些比较麻烦 这些是没有毒的 但是有些比较麻烦就是 有毒没毒分不太清楚 像是雨傘剪 这是台梅花神 结果这个被倒死很多 这很可惜 我看最多最长就是他被倒死 因为他顿顿的 对 然后赤匪新徒师 新蛇常常被倒入赤匪林 新蛇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各位对于蛇要入门来讲的话 他是最好的入门 你如果你去看 他那个触感真好 我讲真的 你会呃呃的 是因为你没有摸过他 他真的非常的 再来 再来他很温馴 我没有听过有人被他咬到过 好 就是你可以把它玩 都 都 他没有毒 对 没有毒 而且 对 就是说他真的是 他连嘴巴都没有张开 还可以看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当然还有像被蛇挖大脱蛇 也是上场很冤枉 那有三角形吗 啊 三角形都是有毒吗 嗯 其实也不是 也不是这样讲 其实哦 三角形的蛇 所以哦 这个也大家有点误会 大家看一下 这个雨伞节 他头是 他头 他头 他头没有 他头 他头 他头也是原型的 好 就是说 就是说複蛇科 他才是三角形 像是 龟柯花 龟华这三角形 OK 他也是三角形的 那个什么 那个百步是 也是三角形的 好 但是百步蛇 龟柯花 北京主师跟雨伞节 请问一下谁最多 雨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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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伞节跟眼镜蛇 它们是 头是原的 它们那个头原的 神经毒 这个是初学性的 所以其实 好 其实我在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来讲的话 我那时候我在科不完工作 台中南自然物理工 我就是做蛇 那时候有一次就是有人 送了一箱的蛇 到我前面 我说怎么以为是 他说那是夜市 夜市 全部都是这个叫做 夜市 那夜市 那就是那玩蛇的人 他抓了一只蛇 在那边把玩 把玩的时候 把一只蛇放进去 然后的时候 被另外一只蛇咬到 然后他也很厉害 他马上知道 这个什么 之前那个狼中 讲了什么房子 毒啊 东西 他马上知道他没有用 所以他把蛇一关进去 以后 那蛇就摆在线条 然后就叫记者的车 就直接送到医院里面去 来不行 骑在路上就走了 他就是被整个 雨伞机咬死了 所以那一批 我要分辨出来 谁是杀人毒 杀人救死 没有 当然大致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所以他是很恐怖的人 但是他不一群 就是说被他咬到 是很惨的 但是他比较不常咬人 这两个家伙来讲的话 就比较凶一点 是不是 洛西是他 他的记录是最不良的 这个家伙来讲的话 他不太动 他通常他会站在超过你身长的二分之一的时候 他才会 身长二分之一以内的时候 他才会攻击 那一只蛇这样子 身长大概一半是这样子 所以你已经接近到那么近的距离 他才会咬你 但是他平常不动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你被他咬到 就代表你眼睛造紫不亮 所以这基本上来讲就是 也是一样 然后在眼外里面 然后看到他 他其实你经过他的时候 他已经紧张 那个上面那个黄 好 那个红珠色 跟那个红斑色 是哪一个是有毒的 好 简单来讲 他没有毒 他有点毒咬死的 就是 就是有些蛇 你被他咬到他有点围毒 你会肿起来 但是就人来讲的话 你不会被他咬死 所以这两个基本上来讲的话 不对 但是我宁可被他咬到 我也不愿意去碰到他 红斑色 他有个很大的特点 他非常臭 他比臭出弄还臭 你摸上他的话 你三天都会流上那个味道 所以我宁可被他咬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那种措施 会让你那个 追星的那种措法 对 这个 有点假的 我要插一下什么 都很奇怪 不是 不是 那是两维事件 臭心母跟臭心公 有人叫臭心母臭心公 所以因为臭心母跟他来比的话 郭仲之杰 但是 但是那个 他比较麻烦 臭心公是 他主要是那个陷体 你不要碰他 也就是说你平常 你看到那个臭心公 臭心母就是说 你是 激怒他或怎么样的话 那个他会噴 那很臭 那没有问题 但是这家伙不是 他是 本身体做得很重 对 所以那个东西 我们看到他 那我们基本上这个 你所谓他能臭 是他 身体臭 还是有臭味 对 对 抽到哪里臭 我不知道 反正我看到他 我就放进去 对 就是抓到他 抓到他 你手大被人家 当然还有一些 其实台湾很多蛇很漂亮 其实 像这个 这次造界的关系 其实百股水也很漂亮 对 所以他很多 多做原住民的组成 之类的 好 那当然还有蝴蝶 蝴蝶 蝴蝶 我们当然一般来讲 最喜欢看的就是蝴蝶 对 它又大又飘样 可是飞起来又慢慢的 很容易 蝴蝶 对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 在我们台北市郊 都可以看得到的 很棒 我们说台北 台湾是蝴蝶 对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 去参观科博馆的时候 也许你也可以去跟大家做一个 导览的登记 去看他们的一些收藏库 它里面有一些用蝴蝶 翅膀做出来的画 但是那是有点残忍的 也就是很早期 他们用蝴蝶的翅膀来拼画 有了很多的画 真的非常的会让你很震撼 台湾的蝴蝶进来 颜色丰富到这么多的蝴蝶 那当然还有一些粉蝶 白粉蝶 文白蝶 文白蝶是太宠 如果种菜就知道了 所以大家有看过 有一部片子叫《少生时光》吗 有没有看过 那我很鼓励大家去看这些 小生时光 很小的小 生是森林的生 食是吃东西的 吃东西的 那这部片来讲的话 它其实排到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说 我讲李山倡与 或者是讲乡村生活的那一块 但是它把所有这种片段 全部用食物来做取代 所以各位也可以从里面 来找到一些很好的料理的方式 它都用天然的食物才去做一些料理 每一片都是一片的食物 所以叫《小生时光》 它里面就只有铃蝶 它对大自然都非常的好 水族充分文白蝶 它就会把它打到死 就是这样子 阿妈妈 那当然还有一些蝴蝶 弄蝶 反正蝴蝶真的是同类这样做 那有些来讲 要去看它的草包 对不对 那当然有一些是很少见的 像这个都是可遇可守的 其实讲台湾蝴蝶 那台湾的蜻蜓 就我而言 我觉得台湾的蜻蜓 比蝴蝶还有看多 原因是 我们台湾的蝴蝶真的是很多样 而且非常的漂亮 这还叫做常见 对不对 而且蝴蝶公的母的 长得不一样 老的少的也不一样 所以呢 它其实真的很多元 而且蝴蝶还有一个好处来讲话 就是说 它其实 通常我们看到它的时候 它有时候就在这边盘旋 我们可以看到时间是久一点 像这个蝴蝶蝶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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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算是比较罕见的心情 但是 最近在台北也发现 所以也有人讲说 是不是因为 温度上升 对不对 被蝴蝶的也跑会出来了 好 那当然这是比较少见的 帮戮羽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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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 帮羽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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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蝴蝶羽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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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概是講什麼菌翅 非菌翅養 那個東西就講什麼脂肪的不一樣 那東西大家有多再去看 但是基本上就是動揚比較纖細 青蛌看起來就是一副就是 要跟人家算上的那種感覺 青蛌很兇 青蛌我們也稱為昆蟲裡面的猛禽 他基本上來講話 他就是 所以我們那個英文叫抓狗fly 所以他其實蜻蜓是很兇的 包括動揚在內 他會再形象嗎 對 所有在空中飛的他看不下去的都 對 他只要有機會可以入而遼寇 他都不會放棄 像蝴蝶啊 那一個蝴蝶跟人物小隻 蛤 他可以抓 跟他體重相當的那個蝴蝶 對 那也不要看喔 有這些心情那麼大隻有沒有看到 那個也還蠻多的喔 那這邊來講 當然希望各位如果有到野外去的時候 來開始去做一些觀察 我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 調查有他的困定 我們基本上來講話 我們盡量只是降低他的干擾 能不把他帶走就不要蓋著 是不是 然後另外來講話 有時候我們要拍一些東西來講話 我們會把葉子掀開來對不對 當然拍完遊戲就不一樣 然後另外來講話 一定要說 要在那個什麼國家公園裡面 去做這樣的事情來講話 那是很貴的 然後另外來講話 在野外還是鼓勵大家一定要團隊 在野外來找他 不建議大家單獨去做這樣調查的一個工作嗎 那當然還有一些調查的工具 包括相機啊等等這些 這跟你野外的東西差不多啦 只是說在桌上 你要看什麼東西就要帶什麼東西 然後大致上是這樣子 好 那剛才講的是一些物種上面的一些 大概就這些動物的一些分門別列 讓大家看 因為講動物 因為它動來動去 所以就坐在植物來講話 你就可以好好的 搬一張椅子好好的清潔對不對 然後所以它比較沒有 剛才講到那個 即死上面的一個觀察的壓力 好 但是又回到 剛才講的是講生物 其實回到來講的話 要維護生物的 我不是說把它變成動物園 我把它撞在這邊養對不對 我是營造一個好的環境 我不是營造一個監獄 所以營造好的環境 這些動物自然就被撥了 就好像我今天來一個家庭裡面來講的話 我把它營造的好對不對 那家人就很喜歡回來對不對 大家可以知道裡面得到很好的一個幸福 很好的一個生活對不對 而不是說像監獄裡面來講的話 把它全部都還進來是不是 那不得不留來那個地方 所以營造一個好的空間 一個好的環境 其實才是好事 才是有用的 而不是說我今天我去做很多 我會講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現在很多的做法 其實不是營造好的環境 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說做營火蟲的營造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把很多的營火蟲抓過來 或者是把很多的幼蟲抓過來 然後到它長大了以後 它又在這邊飛出來 然後你就說喔 營火蟲富於成功 但事實上很多東西 它其實基本上 它就是每年都要來一批 而且周邊環境又不是它的 所以它一定找不到它不是的家 所以那個部分就變成是消耗牌 那是很多我們不容易理解到的 好 很多人也想說 那我要看這些東西 我是不是一定要到山上去 是不是 好 其實不必 像我們 這是 這些地方 你現在看得到列的這些地方來講的話 都有一些東西還滿值得大家看的 包括像是觀音棧 大家知道在哪裡 就是在自然水博物館 自然水博物館 大家去那個玩水的時候 它旁邊有個步道 旁邊有個步道 那其實你就可以看到那麼多的東西 甚至你可以看到像小丸嘴啦 還有貓頭鷹啊 五色鳥啊等等這些 都可以看得到 就在兒童交通國... 不是 在那個... 自然水博物館 大家知道自然水博物館 在貓頭鷹 對... 原原的公園 對... 對... 那邊有關一山 那邊就叫關一山 那邊就叫關一山 小山丘 對... 那個小山丘就叫關一山 對不對... OK...對不對... 近不近... 超近的對不對... 坐著... 那個公車就到了是不是... 就離我們那麼近 所以我要講這件事情來講 就是說我們每次我們都... 我們覺得台灣人有一點... 我覺得有點遺憾 我們每次都是在想辦法要看別人的長處 努力的去學習 但是卻放棄了自己的長處 之前現在柯P在談田園城市 那包括有一些NGA自然古道 新古道還有一些單位 我們現在也在做他們綠島的串聯 那之前也是有一些 包括工部門的人 他問我就說 我們現在要喊田園城市 我們要喊生態城市 所以我們要學習歐洲的生態城市 我的天然開始引進了很多什麼 節能減碳啊什麼綠化啊什麼東西 我看我就有點傻眼 為什麼傻眼呢 歐洲他們喊生態城市的時候 是因為它已經沒有生態環境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印出幾棵樹叫做生態 我就很滿足了 就好像我們講 新加坡綠化的成功對不對 是不是 新加坡綠化的道德成功 他們現在在做一種事情叫做 建縫插樹 讓大家看到一個空間 哇可以重樹 我自己就放下去 這叫做建坡 被我們做到綠化的成功 對不對 但是新加坡羨慕我們羨慕的要死 尤其是台北 台北大概是目前 綠富力全世界綠富力最高的首度 是嗎 對不對 大家不要忘了 台北有一個地方叫做陽明山 陽明山屬於台北 我姑且不論陽明山是不是因為歷史的關係 政治的關係總之他留下來 不管他是不是美音的錯誤 他總之是美音的 所以這件事情無心插流有成 現在變成台北市 很多歐洲的國家 他們在他們的身體全部砍拔完了以後 他們只要看到台北市 他們就很想這麼高度發展的城市 但是旁邊那麼近就可以有那麼好的一個環境 是支撐了這個都市 所以他們是非常的羨慕 比如說他們要跟台北市看齊 如果我今天我有台北市這樣環境的話 我又多高興 就我們台北現在跟人家看齊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 我覺得非常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剛才有人講說我們要休息一下 我把這部分講完 包含很多的蝴蝶對不對 蝴蝶除了看蝴蝶 蝴蝶以外 我們更關心的是毛毛蟲 因為蝴蝶只要有花 就會吸引蝴蝶 而且各式各樣的蝴蝶都會聚集 對不對 但是毛毛蟲不一樣 毛毛蟲就跟我們小朋友一樣 通常大人就不挑食 小朋友很挑食 毛毛蟲通常只吃那一類的汁 甚至有些毛毛蟲只吃一種汁 所以當然我食物如果滅絕 那它就免得住 所以其實你要看蝴蝶 重點是毛毛蟲 所以我們通常我們 除了看蝴蝶以外 我們更重視 到底有哪些毛毛蟲吃的東西 那你種毛毛蟲吃的東西 才有到蝴蝶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希望我們休息十分鐘喔 有沒有什麼要先問的有沒有 剛剛講水利幾天的 可是我們每次我們在交外開 它所謂的氣力有整治啊 可是都是那種所謂的 它為什麼都沒有人去管理 因為都要為了交外開去做的東西 這件事情最近 大家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這兩件事情我覺得也是有點遺憾 因為我跟去水利署他們上課 那同時來講的話 你的剛才那樣問題 很多NGO 包括像之前花蝶之類 我們去上課的時候 很多人也都會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都是 看到都是剛才講三面光 有的甚至我們看到四面光 上面還要怎麼樣 加鈣有沒有 其實這個東西會產生 會造成這樣的事情 其實有兩些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對於這個核酸有感 就剛才講到 很多人在決定這條核酸生死關頭的時候 是在辦公室畫的那條線 我連看這個核酸我都沒有看 我就這樣把它畫下去 那我怎麼樣去畫那條線 就是不然之後做戶案要做提防 那其實很簡單就是怎麼樣 真地 大家瞭解我意思嗎 旁邊這塊農地常常被水沖掉 我就會想辦法怎麼樣 去做戶案 去做戶案對不對 沒有錯 那如果說我比較厲害 我所謂厲害就是一些民旦 村長 他們甚至他們也就要做提防 做高起來 高起來以後後面還可以填土 那所以本來一個很爛的地 就變成是很好的地 這我們稱為叫做水岸第一排 對不對 請問一下我們本來都那麼多水岸第一排 水岸第一排就是對不對 本來是水裡面的 你把它做了一個案 它那個東西就跑出來叫水岸第一排 所以最爛的地就變成最好的地 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賣天價 然後呢 以後淵不淵水那是你價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之前要爭取那個 什麼土壤液化的事情對不對 土壤液化是以十年前就這樣爬完了 現在才也公開出來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不願意查公開 因為它公開就會造成地價 地價下降對不對 那雖然我們不管人家死 我只在落地價下降 所以有很多事情來講的話 不能說完全苛責公務人員 他們公務人員 大家也不要想說 每一個走進 考上高考走進的這個藝術以後 他就變成壞人 對 不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那也有很多的限制跟無奈 而這些限制跟無奈來講的話 是結構性的 那當然現在我們就想要去改變這件事情 所以包括我跟水利府去上課 包括任很多人區 大家開始在注意這件事情 那注意這件事情其實 剛開始在推 就是說反水泥化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受到很多的阻礙的 包括很多的立法委員 因為我也可以很負責任的說對不對 比如說像高晋楚 對不對 像孔文綺 那基本上他們就是一條一條的 就是完全的水泥化 對不對 那水泥化大家不要想說 只是消化預算 它不是 它是搶地 當然有沒有消化預算 當然有 對不對 那是兩件事情 但是與其搶地而言 搶地才是真正的核心關鍵 大家也被想知道對不對 我這個一天到晚 你看喔 我這邊我種西瓜 我種西瓜 大學一來我背充手對不對 我今天我做了一個提法 我不用種西瓜 我蓋房子 對不對 有沒有 那個土地那個價值差太多了 那每次民代都用這兩個方式去要求 甚至是立法委員 那你立法委員去要求的時候 那時候甚至他可以綁架 跟你講說這個 你如果不通過的話 我預算不讓你過 或者我抓你過來罰站對不對 你都看過做這樣的事情對不對 那對於很多的公務人員他怎麼樣 對不對 當然有一些就不妥協 不妥協也就換單位嘛對不對 我總可以換到有妥協的人來嘛 是不是 像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來講的話 會導致就是說 我常常講說有點悲哀 變成說公務人員越來越不公務 他是受到長官跟受到民代的影響 而做非公益的事情 那我們就說這是很疑憾的事情 所以在要改善這些事情來講的話 我們就現在很多像一些監督聯盟 他們就開始要求什麼 國會透明對不對 因為透明就不敢亂來是不是 另外來講就是資訊公開 公民參與生態保育 所以現在這三個部分就變成是 我們磨碎就是說公務部門 一方面也是除了說對環境好以外 一方面我們現在也是用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公務人員應該也要用這樣方式來保障自己 因為人家告訴你說 人家強迫你做一些違法的事情的時候 如果他有一些公民參與 有一些資訊公開 那他其實他就有一點保障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NGO來講的話 不只是要扮演跟公務部門 尤其是一些違法事情對抗的力量 有時候對於好的公務系統 好的公務人員來講 我們也要幫助他們資訊 因為很多公務人員其實他們 之前講身心懼創 就說兩邊夾殺他 在這個比如說做個提法 做個提法 NGO指責他就說 你這個提法這個不應該做啊等等之類 那另外一個那個什麼名單也指責他 說你提法怎麼做那麼矮 你要做很高對不對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對不對 那個村長坐三公尺的對不對 我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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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名這個限期的對不對 我就要坐五公尺 我立法委員就坐十公尺對不對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覺得說那我怎麼辦 所以也回到該講到的生態 其實不只是說自然的生態 有時候你要維護這個生態 也要注意到人的關係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也開始開啟了 尤其現在是個契機啦 因為現在新政府也準備上台 那我們知道有很多的部分區立委 他們是因為NGO的身份上去的 那當然我們也要監督他對不對 你會不會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是不是 那當然相對來講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開啟更多機制的討論 就像剛才講到 那你資訊怎麼樣普通 你怎麼樣公開 我公民想要參與的時候 比如說像你看看他 我變成三面光 但是如果在這過程裡面 你有公民參與的機制 你就可以避免他變三面光 那像這個東西其實有越來越多的公民參與 這個包括像是社大盛紀大學全國促進會也是一樣 最近來講的話 我們都有一系列 就是說怎麼樣去 大家可以關心河川 而這個關心河川是有效的 就不要說每次都去寫一個河川是死這樣子 對不對 他有救的時候 你就把他去救他就好了 要不然的話 你們也是 我都開玩笑 我們很多做生態的人就是做完調查以後 就好像在寫他的目字裡一樣 對不對 寫完了他就沒了 那是很遺憾的事情 所以我們最近也是開始轉方向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有一些比較積極的做法 包括像 大家也不要想說只有在那什麼 可能山上的地方才需要大家的幫助 其實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美倫公園 美倫公園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在那個 天文館旁邊的那一個 天文館大家有去過嗎 他外面的環境友善嗎 很不友善 熱得要死對不對 環一顆樹都沒有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就在他的旁邊 有一個美倫公園 他也不大 就這樣子而已 而且他很照照他的未遙動 都是人工栽食的樹 人工草坪 對不對 但是他有一些接鄰 那個基隆的外貌系 然後他的未遙在這個地方 這也是剛才講說 台北跟其實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其實我們都還有一些系統是連接的 我們目前身為御守職 那這是要謝謝人 就是說台灣真的是一個很新生的環境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秋林等等之類 這樣的環境在高度開發的時候 勉勉強強還留下了一線神經 我們爬了很多的嬌山 基本上來講話其實還是可以讓很多的物種來利用 那另外來講話也要謝謝 就是說台灣的相關的這些物種 台灣的物種跟別的地方的物種不太一樣 台灣的物種特別的嫩密 堅韌之嫩 因為在台灣要過火不容易 因為我們也是有經過國際認證 我們台北是最危險的城市 對不對 當然有看到那個東西 台灣來講也很危險對不對 很少的地方來講的話 有負荷的災害那麼多的對不對 我們有颱風 有有有定證對不對 你想得到的我們通通都有 所以在這個地方能夠活得下去 沒有涼花刷是自己的 不行 不管是人還是其他的道路在內 是不是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只要陪他一點 他其實能合理就可以活得下去 台灣的物種跟別的影響都滿不脆弱 但是我們不要麻煩 我們差一點都給人家 好 就是問題在這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即使在這麼惡劣的條件之下 但是他還是可以看到21種人類 這當然就是我們一定可以看到 任何台北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這個城市三鄉對不對 好 那幫他還有各式各樣的發熱 但他還有一個麻煩 就是外海種發熱越來越多 台灣發熱越來越多 台灣發熱現在都變保熱了 那其實還有像大捲尾啦 紅嘴黑碑啦 九哥科的 那這些其實都可以在他附近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包括一些老地蠔 還有一些陸蟲 好 這些都是在都市裡面比較常見的 那蝴蝶來講的話也有 至少有17種 那因為我們調查時間也不是很多 那青蛙來講的話也有少 這些都可以看得到 我這邊只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大家不要太小看 我今天我要做生態的探索 我一定要往深山裡面走 我要去花蓮 我要去南口 不必 海北就夠你探索了 那所以呢 但是你要去探索他 你要去了解他 就像我剛才講到 有了解才有所謂的巧遇 你要知道他是來吃飯的 那就是當然在他吃飯時刻來給他 對不對 他是來休息的 他什麼時候來休息 對不對 他是來談戀愛的青蛙 對不對 那所以他在那拜自己 你守著那個翅膀就有很多的驚喜 對不對 那還有他可能是住在這裡的 所以你要去了解他 然後你才有去看他 然後去探索你自己身邊的環境 那還有就是說 除了物種 那開始你就要了解空間 對不對 這個環境對不對 那環境當然最直接就是空間 空間也是一樣 就是說當然要跟你講說 你的環境好不好的時候 你腦筋裡面會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你在講的是什麼環境 什麼空間對不對 你是講 當我跟我們家的小朋友 講說把你環境弄好 意思是怎麼樣 房間整理一下 對不對 當我老時候大人的時候就說 那個環境弄好就是全家高潮數 對不對 然後看到外面來講的話 環境弄得很高潮的時候 我們就等到什麼社區 對不對 來喊說大家一起來做什麼社經整潔嘛 對不對 所以一樣就是說 我在談空間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先知道就是說 我現在談的是在哪一個尺度 你在談家 談社區 還是談我們整個比如說永和區 對不對 不要基同壓減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先理解 然後另外來講話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在這個環境裡面來講話 它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比如說在農村環境裡面 這個農村就有點像是機子 農田 在這個農村裡面來講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怎麼樣 還是有一些 比如說商店街 對不對 這我們就叫斑派 就是那麼大的環境 基本是這樣環境 但是它一定有一些地方 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稱為斑派 還有一些東西來講的話 是通路 所以我們一樣的空間來講的話 大事實上它不外乎就是 就是這三種性質 那我們會特別注意到 是機子來講的話是講它的什麼 整體性 斑派就是講它的特殊性 那通通道就是變成是 而物種有沒有辦法在那邊來來去去 往來的一個關鍵 那另外來講的話 台北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很多的環境 看起來不是很好 但是物種卻很多 讓我們稱為叫做屁股所效益 等一下會特別針對這件事情來說 那怎麼樣把 對 怎麼樣把環境變得更好 請問一下 如果問說 怎麼樣讓你的環境變得更好 你想到的是什麼 錢多賺一點 錢多賺一點 也許有的是 但是有些家庭不是要錢多賺一點 有沒有 對不對 比如說 我們家對不對 我們家現在 現在 我們家小朋友活三 對不對 再兩個月就要退跑 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什麼錢多賺一點 我們就是很擔心 這個家我來講的話 到底能不能好好成績 對不對 這比較重要吧 是不是 你說 叫我們這個少賺一點錢 來 對不對 對不對 回家盯著他看 沒用婚服書 對不對 這也是應該的 對不對 好 那有些是怎麼樣 老人家對不對 老人家跌倒 是不是 哇 就要去照顧對不對 是不是 那他會做什麼 對不對 所以每個家 對於環境變好這件事情 每一個家都不一樣 但是都有共同的特色 怎麼樣讓你的家變得更好 就是打 你們家最困擾的那個因素 把它打掉 大家同不同意 對不對 老人家 對 慰問健康 全家快樂 對不對 那小朋友來講的話 嬰兒來講的話 對不對 比如說晚上不睡覺 對不對 他現在三餐作息正常 全家快樂 對不對 所以就是 你最二職的那種原因 把它挑出來 然後改善 這樣子對環境來得最好 對家 對社群 對環境都是如此 所以呢 在環境你要談說 我怎麼樣讓這個環境變得更好 先做一個功課 這個地方左右這個環境 最差的因素是什麼 把它弄掉 對不對 一個社區裡面 大家都很好 就偏偏有一個人在那邊開賭場 對不對 你去把他砍走 基本上來講話 大家就變好 所以醉裂因子的找尋和去除 是我們講說在環境 不管是人或任何環境裡面 可能重要的關鍵 但是很遺憾 我們對於我們周遭環境 都是這麼做 我們對我們周遭環境來講的話 是等於全責來做 例如說 我看一個人會花了很多錢 去做光雕 去做自行車道 去種了很多的執災 然後水湊的鑰匙 有沒有看過 有嗎 對不對 那結果呢 有沒有人會有 沒有吧 這個環境最糟糕 就是水質太差 在水質還沒有改善之間 你所做的那些努力都是白做的 對不對 但是這國會跟你講 本於全責 我只能負責蓋自行車道 那水質不是我的事 但是這個東西 對環境來講的話 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開始也在談就是說 是一個聯合治理 或者是聯合管理這樣的概念 我們一條河川很可憐 被切了708樓 上游歸田屋絕拟 中間有一段可能是園民地 再下來來講是水土保持局 再下來是河川局 還有各縣市政府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每個人各管自己的事情 對不對 我常常講 下面在做富裕的動作 上面在那邊大興吐霧 對不對 那我今天我做了很多的努力 可能怎麼樣 做很多的努力 可能一夕之間被上游的地方 不注意就被摧毀掉 那環境又有一次性 就是你被摧毀掉 你要很久才能復原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可能造成我們很多的 環境一直不斷的劣化 那當然現在政府說 準備要有那環支部 那當然這是正確的方向 但是還是還沒有成立 所以現在還是各喜其事 所以這部分是一個比較大的麻煩 一樣 當我們去談河川的時候 我們也不要說每次都是說 一個環境好不好 環境好不好來講的話 也是只認得出來 就好像說我今天跟你講說 你家裡的配置好不好 或者是你住你這個家 住的那個功能好不好 那每個人要的東西不太一樣 對不對 但是他一定有基本配型 比如說一個舒服的家 他至少要有主臥 他至少要有廚房 他至少要有廁所 他要有客廳 他可能不需要有書房 不需要有嬰兒房 不需要有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裡面來判斷 一個環境來講的話 他欠缺什麼 或需要增加什麼東西 那 有越多元當然越 但是有時候你空間沒那麼大 你就要做一些取捨 那也是一樣 就是一樣的一條路 從水邊一路上來 每個地方住的凍子路都不一樣 所以你變成說 即使我今天走在不同的步道 對不對 一樣的步道走過去 我靠他近一點 靠他近一點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不一樣的環境 所以大家不要只能講說 我走在步道 我看的東西都一樣 不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 如果你要看到比較多的東西 你要怎麼走 這樣子 是不是 我們人喜歡沿著本高線走 對不對 是不是 又會平麻 對不對 但是一樣 沿著本高線 如果說他剛好就是 完全沿著這個地方走 所以你看的時候都一樣 但是如果說你有機會 這樣子往上切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那個整個的那個變化 那這裡有一些是 比較學理的東西有達到效果 我只講這個東西 另外來講 在肚子裡面 你要做一些保護來講的話 其實保護的手段 其實是很重要的 越是稀有的資源 越需要集中來保護 怎麼說呢 比如說 我們來看 這三個圖都是一樣的面積 比如說都是公園來講 它是一樣的面積 但是呢 比如說這周圍 這個寬度 這個寬度都是一樣的 比如說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來講的話 因為這旁邊去接近 大部分的馬路 或者其他城市 所以這個綠地來講的話 對一些比較怕人的物種 他其實他真正能夠生活 只有這個八十分之空間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是 這樣子的空間來講的話 他其實他能夠生活的空間 只剩下百分之三十 所以他告訴你一件事情 越是珍貴的資源越需要去集中 但是我們常常是背道而馳 對不對 怎麼說 我今天我如果給你 三十公尺的綠帶 比如說馬路旁邊 我說我要坐一個馬路 旁邊給你三十公尺的綠帶 大家會怎麼做 不要說大家 公家計畫是怎麼做 坐長牢 坐長牢對不對 就是 以示公平 左邊十公尺 右邊十公尺 對不對 最好是怎麼樣 左邊十五公尺 右邊十五公尺 甚至有些是 這邊十 中間還有一個什麼 中央分合島十公尺 然後那邊都是在十公尺 我們是不是最常看到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對麻雀而言 他可能只要五公尺的綠帶 他可以過散 所以三邊他都跳來跳去 對不對 但是台灣藍雀他要十五公尺的話 對不對 就沒辦法了 是不是 所以綠帶空間他就需要集中 如果是我來做生態燃燒規劃設計 我寧可犧牲要全部的一邊 我要有一個三十公尺的綠道 對不對 那他就是變成很多物種 他就可以靠這邊來棲息 對不對 我不需要把綠道分散開來 就好像紐約中央公園 最重要就是因為他有夠大的重量公園 對不對 如果把紐約公園切成四小便 分在四個角落 基本上這就沒什麼了不起了 越是都市地帶 這種斑塊 我們越希望它提中而不是分散 我最怕看到的就是 比如說工業區的綠帶 我看到最失敗的 工業區的綠帶規定他要留十%的綠帶 他們怎麼留 就沿著圍牆繞一圈 是不是 這個東西叫做綠帶 我們要保護的是怕人的物種不是鴿子跟麻雀對不對 所以 這個只是跟大家講說說台灣很多的特化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有很多的山頭 各的山頭來講的話 雖然我從這邊可以看到這邊 但是對這邊的物種他如果不會飛的話 他基本上他永遠沒辦法過來這邊 所以他就會在這邊演化 然後在這邊演化 那久了以後他們連語言都不同了 他們就變 所以台灣永座特有種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他下不去 大家知道為什麼下不去嗎 因為下去 以前來講的話 比較冷的時候 對不對 物種來講的話可以來來去去 但是由溫度開始逐漸上升的時候 他到下面去他會什麼 會熱魂對不對 所以他就被困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講說很多冰和結餘啊等等之類 就是這樣的概念 他下不去 像熱交魂就是這樣 那生態來講的話 生態影響也不像大家想像說 那麼的困難 我又不是搞生態學了 一樣 就回到各位 你所受到的影響就是生態影響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我比較欺負 什麼樣的棋地 大家有聽過這個名詞嗎 棋地 對不對 那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什麼叫做人的棋地 你不能跟我說老鼠棋地你很清楚 人的棋地你也分不清楚啊 有沒有人可以說說看 什麼叫人的棋地 或者你的棋地是什麼 宿的地方 宿的地方 活動環境 好 活動環境比較 比較像 什麼都活動 生活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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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生活機能 你的生活 十一柱 你的生活機能 就是日常 OK 好 越來越準 簡單 就是你這個家 這個家 家人 一日生活圈 對不對 包括什麼 包括小朋友 好 我舉這個例子 教科書裡面有關於照棋地切割多專業吧 對不對 大概講什麼 大概講我不是很有錢 我住在這個飢餓室宅 對不對 這是我上班的地方 這家裡面旁邊的公園 好 常常有帶小朋友來裡面散步 這個是小朋友的學校 對不對 好 這就是我家 一個家的一日生活圈 叫做我的棋地 對不對 好 在這裡面發生的任何事情 都會直接影響到我的福祉 對不對 都會影響到我的幸福 對不對 例如我今天要開一條馬路 這條馬路絕對不會開過集合式住宅 對不對 誰開過去誰是笨蛋 對不對 馬上白褲條就出來了 是不是 但是他沒經過工廠啊 是不是 工廠 這個老闆就把他收一收地賣一賣 對不對 他管你的對不對 你失業那是你家的事實在哪 對不對 好 他不會進入住宅 但是他會從旁邊公園過 那這個公園來講的話 雖然還在 但是怎麼樣 我以前帶小朋友來這邊運動 現在又有馬路經過 又有噪音 又有空氣污染 我就不太願意來這邊活動了 所以呢 我使用的機率變少 所以我們這叫做什麼 棋地裂化 對不對 好 遠遠的學校 小朋友學校來講的話 他怎麼樣 他 嗯 離這個道路遠遠的 但是你小朋友過來上學很安全啊 對不對 突然多一條馬路 小朋友年紀又還小 對不對 我很擔心他過馬路 這個這個這個對不對 蹦蹦跳跳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提早半個小時去接送他 對不對 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家庭生活 會對不對 好 所以呢 簡單來講 生態影響 大家不用想得他們遠 你用你自己的經驗去討 所以當一個生態學家 他跟你講了一堆的理論 然後你都聽不懂 基本上不是你的問題 是他的問題 好 我今天我講生態影響 我不應該講到 我們 以我們人 每個人都是生態大師的情況之下 你竟然聽懂在講什麼 對不對 那那是你的問題 所以要保護環境其實也沒那麼容易 我舉個這樣的一個例子 這是 大家因為照片的關係 這旁邊都是農地 中間圈起來這是林地 所以本來要做一條路 這條路就這樣子直接這樣子切過去 然後 還要在這邊做個效果到 偏偏這個林地來講的話 就是貓佛鷹在這個附近裡面 最後的一塊環境 好 那就剛才有點回到 剛才講那個核關局 為什麼總是把它做成三面光 好 我這樣子講 做這條道路路線的工程師 十個工程師 十個都會坐這邊 我們所有的掌揮都告訴你 要選擇對環境友善的方式 來做相關的一些建設工程 對不對 但是做到最後面 總是以對環境最不好的方式 來做我們的工程 為什麼 對方的一個人體制住宅群的 我想最少 對 沒有錯 對不對 簡單來講話 像這個例子裡面來講話 就是旁邊都是農地 這邊是林地 我如果到路要經過農地 我要跟農夫談 我走林地 我不用跟貓佛鷹談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貓佛鷹他就怎麼樣 就不知道我平時不會過 對不對 好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們看一些環境來講話 也不會都是那個 我常常講說 我們很喜歡醉跟酒磷 醉跟酒磷 發現原來所有的事情來講的話 都是經過安排的 都是 不是偶然的 它是必定發生的 比如說這為什麼是一個林地 好 大家要謝謝 我們早期的時候 這個中間有沒有 這個一個電塔有沒有 謝謝台電 台電在那邊做了一個電塔 對不對 做了電塔 所以它周邊這個範圍裡面的土地 都賣不掉 因為原因很簡單對不對 大家都怕變石桌 對不對 但是貓佛鷹說他不怕 因為他不知道變石桌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樹也都長大了 所以包括我們就住這邊 對不對 那我今天我要做個交流道來講的話 我只要把它的電塔移掉 對不對 最簡單 所以我要強調一件事情就是說 環境的脈絡 還有它未來的開發 其實我們如果說 我們有一點準備來講的話 當然接下來有國主計畫 當然有所期待 但是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就變成就是說 它其實我們去梳爬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一切東西都原人區的 而環境的破壞也不是說都是偶然的 或者是突發的 其實如果說你有所準備 你可以預測哪些地方是比較危險的 那我們就可以花比較多工夫去照顧它 像日本最有名的就是龍貓森林 大家聽過嗎 龍貓森林 有聽過 聽過許醫師說 龍貓森林請問一下 這位大哥 你所瞭解到的龍貓森林是什麼 龍貓森林的那個 龍貓森林是那個 攻擊器的時候那個 他就在那一個 那一邊那個要開發 但是後來是由 然後就去公民他們一些的時候 把他那個整個 把他那個 用幾乎性多的紅色的時候把它弄成這樣 OK 簡單來講 大家如果有去看公器具的影片來講的話 它裡面所畫的景色 在日本只找得到這樣的景色 它不是平空杜撞的 它裡面它埋下的一個影子來講 就變成就是說 當他看到一些森林被開發的時候 他其實他可以用他一些電影的一些號召力 然後找到一些人來去反對 然後或者是 阻擋一些對環境很不友善的開發 但是他所做的行為是很 如果就我們角度上面來講 是屬於比較惡質型的 怎麼樣比較惡質型 就叫做堅持物銷 一塊森林我沒有要跟你買全貨 我就跟你中間買小塊 然後買小塊呢 然後他會告訴大家就是說 這個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因為那個看龍貓來講的話 都有很多小學生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一百兩百沒關係都就要 然後來我就把它怎麼樣 持分 對不對 所以一小塊面積可能有一百個人 兩百個人甚至一千個人 有那個持分 對不對 那持分重點不是在這邊 重點是什麼 當你要準備去開發的時候 那個八卦就說 我要跟一千個人 對不對 我要跟一千個人談 對不對 而且這一千個人來講 不可理喻 全部都是小朋友 對不對 小朋友的烈眼花花跟你講說 請不要破壞龍貓的身體 對不對 我要讓大人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說他們是屬於惡劣的 是我們要學習的對象 對不對 其實 你要反對開發 也要有一點技巧 定統一 通常來講的話 不會有什麼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我們也在很多的 學習這種 溫柔的神觀 好 這叫溫柔的神觀 OK 像這個計畫 計畫裡面來講的也是一樣 後來那個路線就偏了 路線偏掉 大家更進一步來講的話 這條路後來是沒有開的 那這稍微講一個故事 如果大家對環境保護不要有機會 這故事就是 我那時候跟工程師講說 這是貓中的營住的地方 那他們就不太高興 因為經過別的地方要徵收太多的土地 那個經費馬上大幅的上漲 對不對 貓頭就算死了 對不對 我跟他又沒有什麼經濟關係 對不對 好 那我就後來我就帶他們 就是 後來吵了很兇 那是很早期的時候 然後我後來我就 好 那這樣子 我帶你去現看 喔 現看喔 一路上頭 一路吵 好 一進去喔 那蚊子就開始來了 所以大家都很不高興 我說這個地方 這是很好的吃生理 砸木 然後我看到那個 一個琵琶不錯 對不對 欸 這很棒的琵琶 還寫不厲害 我來 一路走就螢幕好 大家越來越火 蚊子越來越兇 然後走到快結束的時候 就看到一隻螢幕就是有一隻貓頭鷹被那個鳥王 勾到 還活著 所以後來怎麼樣 就一堆工程師就跑過去 他們大部分都是第一次看到的貓頭鷹 就去很細心的去把那王子慢慢的被剪下來 甚至有人拿衣服去罩著他 那衣服也被那個鳥糞啊 弄了七八糟 但是他們就 我在旁邊我都是秀眼常觀 然後好不容易跟我們弄走了以後 然後貓頭鷹飛走 哇 在場響起一片掌聲 那時候就輪到我出馬 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 大家那麼高興幹嘛 他們說 欸 我救了一隻貓頭鷹 我說 你要把他家都給毀了 是不是 放走一隻回去跟他們講說 欸 我們趕快來搬家吧 是不是 這沒有意思 哇 就一群人 那個工程師回頭 就有點 就是 反正就有點心情受到一些憧憬 然後回去他們那個跟我吵最兇的工程師 就問了我一句話 那我們該怎麼辦 哦 好辦 好辦 你弄出這句話就很好辦 是不是 所以後來來講的話 他回去他堅持路線一定要調 沒關係 錢在桌都無所謂 因為你只知道這錢 是不是 那但是後來來講的話 甚至那個道路不開 他也無所謂 公務人員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他依法來行事 但相對 把這個因素放進去的時候 所以我常常講就是說 當然不是說 有時候就覺得你是做什麼壞事啊 什麼之類的 有時候你去了解一下 然後把我們所關心的事情傳達給他 所以後來藉由這個事情來講 我只要碰到一些大的建設 然後大家僵持不像 我就會去辦一個限開 然後限開我就會 安排很多的動物出來 像另外有一條道路也是一樣 哇 那個僵持不像在西冰 這三次北投 所以本來就這個叫 大概可以不夠壓三次北投公里 那像另外一條道路也是一樣 僵持不像的時候 所以後來就跟控制師講說 好 我們去先看 然後我就跟我的同事就講說 跟你講 那個你拍個時間給我 對不對 就是 那個鳥出來抗議最多的那個時間 對不對 就是鳥到最好的時候 然後你又拍給我 然後後來我就帶下去 對不對 他說 同時問我說 要準備什麼東西 我說 什麼都不用準備 準備碗子機就好了 所以他一刀那寫上去 就很多碗子機就架在那邊 那一天 那一天動員成功 大概動員了八千多隻鳥 然後在那邊就是滿滿的 然後就帶他們去商量 然後看完看完就跟他介紹 這個鳥是從哪裡來的 西伯利亞的 講得很高興對不對 講得最高興的時候就輪到我了 對不對 或者跟各位 各位一定要好好認真看一下 因為這條路開過去這麼多人 然後讓每個人回去 就覺得心裡瘦闖 對不對 所以後來那一塊就碰在那個地方 無所謂 他就爆掉 所以有時候來講就變成說 有時候不一定這樣要硬碰面 有時候變成說 你把你自己覺得真的美好的東西 傳達給人家 也是一種好的一種方式 所以正在民養地區 不要大家想說在國家公園 什麼之類的 這些地方也都有 這是哪裡 廣斯歐哀院 廣斯他知道前一陣子都要開發 是特地講的五大案是一嗎 好像不是啦 但是還要開發 也是一樣 就是這樣一個環境 然後就說 調查到了 貓鴻鷹 我們調查到了 後來台北市政府就問我說 這環境很好嗎 怎麼有嗎 我說沒有 你誤會 這環境怎麼會好 那為什麼會有嗎 我說 很簡單啊 他沒辦法住地方 貓鴻鷹坐在這邊不是因為他環境好 這個地方叫做難民營 我剛剛有提到庇護所效應嗎 台北市有很多的律地會 如果他放在花蓮 放在南陀 他根本不算什麼 但是他難得就是放在台北 所以那個地方就變成台北很多物種 在這邊苟延殘船的最有機會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我要去關心到南陀 關心到花蓮 不用從你周邊的律地關心起來 因為他可能就是很多的動物在那邊 苟延殘船的地方 往事 請問一下 貓鴻鴻住哪裡 對不對 但是相對來講 一個開發單位 他會優先處理哪裡 對不對 還要拆那麼多地嗎 不是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他就變我們講的肉肥 對不對 很肥的地 所以他所受到壓力很大 但是相對來講 他也需要我們的照顧 對不對 可是我問一下 那個董椅那塊地 跟那個虎山這一邊 相聲什麼 這一邊 所以 花頭營的這個比例都會怎樣 比例啊 比例當然這邊的多 這邊的少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這邊所住的都是弱勢 大家知道嗎 我有時候我很怕人要跟我講說 那那麼大片的地方你可以不去 對不對 這邊都可以去 你住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那其實也是一樣 我們不能說跟一個人來講的話 我們就說 對啊 你今天不用回家 全台北還有多少房子你知道嗎 我選擇我在這個地方住 都有我認為在這邊對我最有利的條件 所以在這邊住的不是老的就是小的 為什麼 因為已經過去 對不對 好的環境都被一些 對不對 都被鑽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是 不是說我今天我把它弄掉 它就可以進來的 沒有那麼好 對不對 我不是說一個房子空掉以後 我誰都可以進去 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任何我無種選擇 我在這個地方住 都有我認為 我在這邊住對我最好的條件 而不是說我今天我要到別地方去 就到別地方去 各方到這邊來講 它要溢出的時候 這個就是很重要 對不對 你想很強壯的對不對 很強壯它也會老 對不對 那小的住哪裡 但如果那小的沒有地方住 當他老的時候沒有東西也會 所以我們這回到剛才講的 我們講的那個雛群它是一個動態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是那個中強公園 就是那個象山站 有沒有 捷運象山站最後一站 他後面也有那個台北樹蛙的一個 故意區大家有看到 對不對 那故事也是 那時候在做那個 大家知道那個信義捷運線 為了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他們有一些設計的變更 跟有一些演講 所以那時候我影響的時候 那郭城市也跑來找我 他說 我怎麼會碰到台北樹蛙呢 對不對 他問我說台北樹蛙在這邊做什麼 我說台北樹蛙 我跟你講一下 好像在這裡 台北樹蛙最主要的 他不是在這邊做什麼 因為他沒辦法住101 對不對 我們下單捷運線是很接近101 所以我說台北樹蛙 他名字叫台北 你問我台北在住哪裡 對不對 所以他住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是怎麼樣 不得步的 那他所住的條件 就這樣 這就是他的條件 對不對 要謝謝那個設計不良的工程師 這個排水水排不掉 這是這些積水 這個積水來講 台北樹蛙就說 好 沒關係 但是我住 他看到這一個 這白牌的有沒有 就他軟化了 他一定會變貨耶 是我要的不多 這樣給我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講 你連這樣的環境都不給他 是不是 所以呢 在台北做生態保育工作 兩件事情 只要你現在還看得到的東西 你保護他 他都可以留下來 就像我剛才講到 他非常的任命 你只要給他一點 他就可以活得下去 而且他是很有利益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說 我今天我要做保育 為什麼要在台北看 台北跟大家 另外弄出一個這樣的水溝 太容易了 是不是 然後呢 他又有這個價值 這如果弄在南投 對不起 這連 那邊附近的青蛙都嫌棄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不是很老的環境 對不對 但是在台北來講的話 他就是一個屁務所 所以我們要發揮我們台北的那個綠地 我們希望所有的綠 所有的步道 都能夠是怎麼樣 環境友善的步道 不要再水溫化 那我們去親近他的結果來講的話 同時你去看周邊 很多東西都是 你稍微留一點投入 你就可以怎麼樣 對他用很大的幫助 而不是我今天為了爬山 我就為所欲為 那另外一個人這一個 這在哪裡 2012冰宮廠 對2012冰宮廠 就是張曉華老師 與貴的那一種 對不對 那 有沒有 那個貴出一個立委來嘛 那張曉華老師有一次打電話給我 他說 欸 2012冰宮廠 滿氣是不是很好 我說沒有 他在你崩倒 對不對 我說這怎麼會好 是不是 那他哪有好 是不是 那他說 那你怎麼會這樣子說 他很重要 我說 好不好跟重 重要是兩回事 2012冰宮廠之所以會好的原因是因為他是軍事重地 勤勿進入 這東西只對人有用 對那些青蛙跟那些鳥來講的話是他們不實質 對不對 所以那地方就變成他們的天堂 是不是 所以他全臺北開發所有好的物種全部往這邊擠 很正常 是不是 所以他就變成什麼 大臺北最後一塊完整的屁股色 所以這屁股的結果有什麼呢 有這麼多的哺乳類 這個 這個他們有一些旁風洞啊什麼東西 都變成蝙蝠的蝙蝠的踢手 還有色相 對不對 鳥類有那麼多 這是 玉秀也睡覺時 很可愛啦 對不對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茶叢類 洋漆類 對不對 好 時間發覺我快帶過 有各式各樣的蝴蝶 好 他的絲草 好 有那麼多的52種的蜻蜓 對不對 漂亮 是不是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還有螢火蟲 對不對 好 全部都是我要這個地方來 好 等一下有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在二英文明工廠拍到 好 大概有講那個自動詳集對不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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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就大概合理了 沒有辦法 好 我們可以看到怎麼樣 這個鳳頭昌映 好 那夜路當然是很常見的 我們通常都喜歡哪一個比較常見的東西上拍手 然後拍避心 好 這就是攝像貓 欸 台灣攝像貓是大概十五如果變絕下一個就是攝像貓 它數量非常的平衡 因為它最主要它是平靜的五種 它不是聖三的五種 好 其實這跟所謂的禮善效應也是有些相關的 這不是這百離心 它在做一些記號 幼幻當然也是很多 好 好 好 台北市耶各位 雖然難改 對不對 穿三強 對不對 好 這鳥 可能大家不要在左上角的地方有沒有 好 還有狗 狗 這個就叫狐群狗打 狗 狗就是這樣整群的 貓就是 狗來狗啊 對 好 這個白鼻心 欸 俗教師 當然 動物就是這樣子啦 通常不是在找東西吃 就是找地方 所以要不然就談心說愛 就這樣子 這個狗有沒有看到 注意到 大家看這個好棒耶 這圍裡它過不去對不對 但是你看 你看下一個鏡頭 你看看穿三甲過去有沒有 好 所以這就變成我們一個設計 就是說 你看看 一樣的環境 狗遇到穿三甲怎麼辦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有做一個類似像這樣 欸 狗過不去 穿三甲也可以過得去 對不對 這樣子就可以做一些很好的一些好 那這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個鏡頭有關係 好 因為這個鏡頭後來動物園就沒有要去 好 無群勾搭就是這個意思 好 果真的很可怕 你看這條路來講的話 他們就是來回這樣子去 好 這個地盤跟那邊 對這個地盤跟那邊 所以我們讓先生可以知道 有幾群 然後他們每天 你看 一樣的環境你看 右環也在走 大家有沒有看到同樣的鏡頭 所以一樣的一條路 好 那像這是穿三甲 旁邊還有圍裡就有一個破損的 好 所以一樣的環境 很多物種都在利用 我這邊也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我們也是一樣 你不要想說這條路只有個人在走 欸你仔細觀察來講話 尤其是一些比較自然的步道 然後還有一條 這是貓 沒有人 這是獵人 這不是獵人 這是採那個草藥 欸他那個不是軍事中間嗎 欸對對對 這個我們就是那個氣勢管制區來講話 你要看他對不對 他眼睜在這塊 對 這是一隻狗在咬牠們來講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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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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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等一下會有個記憶 從1點50分搞到3點 蛤 蛤 蛤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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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蛤蛤蛤 他没有办法 他就是这样跟你撑 他很想学舍顿向 你看 他就这样子搞他 他在玩球 这段影片后来就是被那个公务员要去 他被国际穿山奖学会年会就放车 很喊气 围墙旁边 旁边就马路 你听到车身对不对 你看 路的这一边就那么多 有听到车身吗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样黑帮保护帐是很常见 每个校园都有代表性的 蓝雀对不对 这是下面这个是蓝雀站在我们的巷席上 对 这是松鼠 松鼠没有稀罕 稀罕是人下的一段影片 好 你看 勾了 刚才这是 这场在巡 对不对 来来去巡 好 猫 对不对 好 刀抓什么东西吃 好 一样 右腕也在走 对不对 好 抓到一只那个蚯蚓 穿穿脚 是不是 所以你看 这战争环境里面来讲 其实一个棲地是很多物种来利用 好 所以维护一个棲地不治 稍微 这是一只 稍微刷一只蛇 有没有 你看 然后就是 在那个围墙旁边 对不对 好 这也是比较少见的 好 足迹当然是很常见 好 她又来了 对不对 这是非常优雅 对不对 好 这只送属的很倒的 但是她的牺牲 是变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影片 但是那个猫豚一下来抓了她 然后在那边吃 然后整个吃的过程 好 在她脚边 好 因为影像的关系 大家看就看得很清楚 好 就在那个镜头里面 就整个就是那种实镜秀那样子 把它整个吃掉那样过程 好 她脚抓着 好 再拔毛很难 残忍 大自然的这个令作 好 那这段影片来讲 也告诉大家就是说 其实老鹰对控制俗害 是非常的有用 对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讲说 这样的环境其实离我们很近 比我们想要中的近多了 对不对 好 车子来来往往 好 这个右腕 好 你看 如果把它变成那个水泥的 对不对 它就没有东西吃了 你看 这 穿东西很认真的 那一个是近期拍的 大概一个是前年吧 一里的三里的三里的四月 三里的三里的四月 三里的三里的四月 对对对对 好 这样好 这个参菜夹 这是参菜夹后面的宝宝 好 它在那里搬 小吃了耶 对不对 好 大吃的狗没有关系 小吃就完蛋了 是不是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还在台北 还能看到那么好的东西 但相对来讲的话 它所受到危机也很大 所以我们只要帮它们一点点 它们都可以得到很好的 就可以活得更好 对 那我们只要把它一些 不要烈化的因子把它去除 或者是做一些帮助 像刚才讲的 我狗不一定一定要横掉 对不对 我今天我只要做好那个 对不对 一些防治的一些措施 对不对 这是狗 对 好 这是一只老鹰下来 也是抓狗西施 但是看不出来它抓什么 好 这是抓水 所以大半处我们一张 吸水就会拿 然后它把那个水也甩泡 好 实现关系 大家也不能再放下去 好 所以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说 离我们那么近的地方 其实都有这些支援 所以大家不用舍近秋远 还有泡泡飞鼠 对不对 飞鼠飞过去就这样子 飞过去就被车子造水 对不对 所以这是在 就我刚才讲的 2022丁用场还有飞鼠 那相对来讲 虽然我们就做一个这样子 这是另外一个计划 是在中西新春 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说 这有绿点的地方就是树 然后呢 有绿点的地方来讲的话 点就是树 有绿点的地方就代表 那个飞鼠有过 那后来我们就去看 这为什么没过 不知道原来 这树来讲的话 被人家砍了 只剩下树头或等等之类 所以Facebook没办法 一度这样飞过去 那有些飞到一半就被车子撞不到 所以这个地方就没有飞行 虽然它有树 所以呢 刚才讲到另外一个 有没有 机子搬换还有廊道 有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廊道建立出来 那很多人会讲说台北市 那么多的车子 怎么样去做廊道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想法都是太平面 对于刚才讲的松鼠 飞鼠 还有很多的鸟类 有些树啊 长到一定的高度来讲的话 那树散展开来 上面就是一个铜鱼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我们很召唬的是 我们都在做什么作业 树木剃头作业 台北市 所以后来来讲 有一个同事他到德国去念书 他回来的时候 有一次他的这个博士班的指导教授 到台湾来 他就看到礼物就是我们现在做那屁股作业 他就吓一跳 他就说你们在干嘛 那我们就有同事跟他讲说 他就树木挡到招牌啊 挡刀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说啊 所以他后来他记了一个照片 我不知道后面 因为等一下有机会再找一大人 他就记了一个照片 就是一条路上面有个 旁边有个警套标志 上面写3.5 他告诉你 在我们德国 为了保护这些树 车子只要高度超过3.5公尺 不准进入 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你们台湾环境太猴 树随便重随便长 我们种一棵树 因为他们温带啊 种一棵树来讲的话 他长大不容易啊 所以呢 你们就对你们树 非常的随便 如果是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一定是爱喜得不得了 那台湾来讲的话 就很其他的 全部都想买 看到什么就看什么 所以明明可以长成一个生态城市 一个很好 有完整树荫的一个城市 就竟然为热导效应所为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对不对 好 那这次有一些我就比较快把飘过去 台湾的物种要的不多 这是国外他们做排水 不是三面卦 对不对 国内这在桃米坑 要进去的路口 他的排水这样处理 这样子 你看马路在旁边 这样子的环境又失踪 好 真的我们的要求也不多 好 这是另外一个在 就是在那个企业 也是一样 企业他们就叫我去评估 就说啊 这边生态资源分布啊 等等之类 然后要我去找到这个生态狼道 然后要找到绿手指 然后很多人都说 哇我这图画出来 我就看到了 对不对 看到绿手指 有没有 有看到吗 是不是 好这有点像绿手指 我说不对 蛤 怎么不对 包括一些老师 对不对 这个很明显 这旁边都是完整的森林 那盐漫下来 这叫绿手指啊 是不是 我说没看到绿手指 那他就说 那这整个原则 我说很简单 这以前这整块地 都是什么 都是绿的 对不对 我只有看到披手指 你明白吗 这就是意外的问题 当我们在谈很多事情 要说 富裕要做重建的时候 你要重建 你要付出惨痛代价 但是呢 这些已经既有完整的东西 却怎么样 随便就把它破坏掉 所以我们就可以预知 这个地方的物种呢 虽然它还保持了相当好的 一个玉利的环境 但这边物种的丰富度 一定不如这一点 对不对 那证实是不是如此 是 那个白皮心的素养就差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单块 对不对 机子 对不对 黑手指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今天 我是一个都市计划的人员 来讲话 我很清楚 在这个地方的边缘 是不能够再怎么样做开发的 是不是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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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样 在齐年也算是还蛮 就是台北市的范围嘛 对不对 虽然是靠近郊 对不对 但是还是一样 可以发现很多很少见的植物 很少见的植物 那像这里面来讲 都一些稀有的亲情啊 古典也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台北它就是一个生态城市 我们好好照顾我们周边的环境 其实都可以得到文化的一切 环境 时间我们把它调过去 最后面 就是讲话时间 比赛商医大家再去看一下 我就没有时间啰嗦了 最后只给大家看 这是在宜兰 宜兰 我们找到农地里面去拍 农地有各式各样 你看 一样的一块田里面 也是一样的 照顾得好 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变成你的 怎么样 变成你的土壤 对不对 他们的认证 说这些米可以吃 绝对比当SGS认证要来得有效 是不是 对不对 你看这高速公路 对不对 你看那田里 对不对 我们希望我们周遭的环境 真的可以跟这些物种共存共同 而且真的不是很难 对不对 像这里是一样 我们讲这个是 这只管是温泉 你以为只有人会想说吗 对不对 他也会啊 是不是 你看人这样跑 对不对 他也这样子跑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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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有些地方 要保护一些比较稀有关 是使我们来大公边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都跟我们的生产是息息相关 大田边产卵产卵在稻子上 也就是说你没有稻子来讲的话 他找不到地方可以产卵 所以 但是你如果种稻子 你用农药 他就没有 是不是 所以好的经营 比不经营来得更加重要 我们以前常常讲说保护区的概念就是 这地方留给大自然 人不要涉足 但是在台湾很多地方 你已经不能够把人赶走 你也不应该把动物给赶走 我们现在要想的是 好的互动跟好的经营方式 我要跟你变成是朋友 朋友关系来讲话 所以他就友善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去说服农夫 后来说服农夫来讲话 后来发现他本来就没有用农药 那原因是因为他先给小朋友吃 吃不完了才拿去卖 对不对 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就是说 永续的概念 永续不是什么东西都不用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当生态跟经济产生冲突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抉择 我常常会讲一句话 很简单 你不要想说我现在要什么 也不要想说你的孩子要什么 你只要告诉我 如果是你的孙子 你会选择哪一项 这我觉得就是永续的概念 我们不应该把我们下一代 都一群都用化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应该要为你的孙子魔化 而不是为了我现在来做魔化 所以我常常讲说很多是冲突 很多冲突点是因为你想的不够完整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跟很多的开发单位去做协商跟沟通 好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 还有时间 今天也是一样 我也很希望就是说 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探学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说 去想到别的地方去 就你的座编子 大家回去的时候 开始把你的眼镜打开 尤其你的眼镜 然后就拿着手机也好 拿相机也好 你就开始去拍 拍动人 但是不要拍人 不要拍猫 不要拍狗 就是你去找一下 甚至来讲你会发现 家里面的蚂蚁 跟阳台的蚂蚁 那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让你们去摸索一下 就是你周边的一些东西 让你多去看一下旁边的花 对不对 去翻一下 也许你就可以看到瓢虫 对不对 或者你可以看到其他的甲虫 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 多拍一点动物的照片 那这动物照片来讲的话 大家尽量拍不一样的东西 这也是另外一个想法 很多东西你认为一样 但是当你去仔细观察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不太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你又不太确定 它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就会启发你做更多的观察 对不对 比如说蚂蚁里面 同样因为我蚂蚁长得不太一样 对不对 有的特别扎实 特别小吃 是不是 那下这里就是会刺激你去做一些观察 现在你的这个室内 或者是你的熟悉的环境去做这样的一个探索 那你到了椅外的时候 你才不会怎么样 吃枝交配 对不对 有撒鸟的同学就很知道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 大家说 这边有什么鸟 什么鸟 在哪里 人家都一定要走掉 你还在找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因为你的眼睛没有打开 所以先熟悉 观察一下你座位的动静 你会发现 哇 原来周边来找 竟然有那么多的动静跟着我一起生活 然后呢 有那么多的声音在跟我吐动 好 所以先从这边来去 尽量去找你的各式各样的动静 这个作业是这样 好不好 老师 可是要几早吗 至少要几早 欸 现在至少二十早好不好 好 我跟大家讲 你家里面的动物啊 一定超过二十种 有回家啊 八九 对 你知道蚊子有一种 蚊子就好几种 蚊子就好几种 你仔细观察一下 蚊子不是只有一种而已 如果去 你去找到郭陈某老师 他会跟你讲说 蚊子不但有好几种 而且呢 他咬你的视线还是按照文版的 所以如果 早上下午晚上 他们是分批行动 所以不同时间 咬你的蚊子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对不对 所以 其实家里面有很多 甚至来讲 你家里面 我不知道讲什么东西 你回去 你晚上 你把你的阳台的阵挡开 那很多的那个蛾就会变过来 你看一下那个蛾 蛾的种类比蝴蝶多得多 对不对 你要问我说 这蛾叫什么名字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因为台湾做蛾类鉴定的人 是非常少的 但是你去看一下蛾也很漂亮 对不对 所以 不要说你家里面找不到的 是什么 开玩笑 所以 你要到外面去才找不到吧 嗯 到外面才找不到 好 也许 但是也其实也不一定 十九游的来讲的话 很多的鸟也会变得 那倒是有 对啊 那鸟也会变得 你会发现 鸟也不是只有一种认为的蝴蝶 对 其实很多鸟都会 会在那个 就是十九游的阳台区域 对 你仔细看一下 它其实种类还有一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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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所以不要太 不要太小看 有很多事情 你会想说 怎么可能 但是当你开始去探索 你会发现 欸 其实真的可能 对 对 所以 这个 这个 可以 可以试试看 对 好不好 那就 就是 这样的 明明 明 一 对 我 我 都 在 我 感谢观看